我们敬礼传承主事 敬礼 了名和尚 敬礼 撒迦正空上世 敬礼 十六世大宝华王 喀玛巴 敬礼 图登达吉上世 我们敬礼 坦诚三宝 敬礼 今天父母的主尊 勾赦财序母 勾财天女 师母 丹真家座 图登西地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奖街着一下着诲通事 羸女 jede心 有必须非常偶尽 中心时 我们爱着 liver 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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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ll 替据得 care not year 雷温鸩地转 57so 雷温鸩地转其不裹 chilling 现在通知大家 下一个礼拜天是九月五号 九月五号下午三点PM 是新丑年阿弥陀佛秋季护摩大法会 也就是一年一度的秋季护摩大法会 主要是超度主线 超度主线 上午十一点半十一点三十分 要请师尊主持生机仪式 就是要做生机 就是那一天的上午十一点半 这个会主持生机的仪式 那么下午三点是阿弥陀佛秋季护摩大法会 也就是一年一度的超度大法会 当然除了超度以外 也一样有起伏啦 也一样有所有的 这样不一定完全是超度的 好 那一年一度的大法会 在西雅图举行 在西雅图举行 是师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本尊 阿弥陀佛 师尊也是从阿弥陀佛那里来的 你看阿弥陀经 阿弥陀经是 释迦牟尼佛跟舍利佛本身的对话 金刚经是释迦牟尼佛 是释迦牟尼佛跟西菩提本身的对话 都是有根源的 讲阿弥陀经的时候 是释迦牟尼佛跟舍利佛本身的对话 在新经里面 新经里面 还有观世音菩萨 还有舍利佛 还有释迦牟尼佛 这释迦牟尼佛是依作因缘来讲经 依因缘讲经 所以你要注意到这一点 这个阿弥陀佛如果不复辞的话 就自己回家吃老米饭 相信会有很多人报名 今天是做勾设财系的勾财天女的父母 大家认为师尊看见了什么 这个这一次 来参与这个法会的 参与这个法会的 跟足起这个法会的 应该都会得到福分 没有来参与的 我没有讲它很倒霉 我没有讲它很倒霉 没有福分 足起的 这福分就大了 因为金刚钩三转 师尊看见了 那个财富就像虚空中的供养云一样的 那种钱就是堆得很高 而且非常的远 无边无际的 是要赐给大家的 我这一次是看得非常的清楚 一堆一堆的像那个银行 到了晚上 台湾的台湾的银行才有这种现象 我在台湾银行 我以前去到台湾银行去看洪水 他们请我去 去看洪水 我看完了银行的洪水以后 就在他们的 那个走过 走过整个银行 他银行已经关门了 那么把所有的现钞集中起来 现钞集中起来 那个现钞一叠一叠的钞票 就堆在一个板上 堆起来像一堆山一样 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钱 这是一滴 因为我去银行看洪水 而且是最大的银行 台湾最大的银行 然后我看完了 走到后面的时候 看到一大堆的钱 那堆的满山满股 今天所看见的 不只是那一堆 那么高的收来的 那个现金的钱 而是一望无际 这狗 狗所才信 他能极的世界 极的世界都是他勾来的 这华颜境界 华颜淨土 华颜淨土的七宝行术 它是勾到西方极乐世界 观世音菩萨的严通淨土 的甘露 它勾为 马哈双年痴 勾来的 另外呢 还有很多的净土 金沙铺地 金沙铺地 流离世界 的流离 全部勾来做宫殿 另外 还有那些光明 所谓这个 那是什么灯啊 忘掉是什么灯 它勾来当西方极乐世界的光明 地网民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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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勾来做这个 西方极乐世界的光明 七宝行术啦 这个 双年池啦 地网民族啦 所有最漂亮的宫殿 全部都是在 西方极乐世界 都是勾设财信 去勾来的 不是拖来的 把所有 整个宇宙的净土当中 最好的全部勾到极乐世界 这一尊非常伟大 今天来的人有福 没有来的呢 没有来的 要怎么讲 其实 释迦牟尼佛有一个介力在 方言 以前讲方言 五十里 佛弟子 只要你是佛弟子 只要你是佛弟子 你没有参加 你的根本上师的法会的 没有参加根本上师的法会的 便犯清夫罪 清 就是 清夫 清夫罪 这是一个介力 清夫罪 能够来 而不来 那个犯的是清夫罪 如果你确实有事情 你可以不来 没关系 因为你确实有事情 但是你没有事 你可以来 你故意不来 完了 这个犯的介力就叫做清夫罪 清事这个法会 我清事这个法会我不去 犯了清夫罪 尤其今天勾设财虚 勾财天零的法会 你没有来所犯的 戒更重 将要有七世 都生在贫穷的家 七世如果生在家 就是贫穷的家 如果你永远不参加 根本上师的法会 就是在这方圆 我们讲五里就好了 方圆五里 或者是 五里多元啊 很近啊 那五十里啊 方圆五十里内 因为你没有来参加 亲夫勾设财系母 下一辈子 转世成为蛤蟆 蛤蟆你知道什么吗 那个贝壳 那个贝壳 你就永远在贝壳里面 过一百世 因为你不听外面的 不看外面的 永远在这个贝壳里面 你生活在贝壳里面 就是你一个人在那边生活 过一百世 以后再转世 大家看看周围的 有哪个没有来 我不是恐吓啊 我告诉你啊 这是真实的 释迦摩尼佛时代 是有情夫罪的 有这一条戒律的 戒律是为谁设的 你看佛典就知道了嘛 因为有六个比丘 经常换戒 佛陀制定戒律 就因为这六比丘 经常换戒的这六比丘 制定所有一切的戒 制定了所有一切的戒 这是释迦摩尼佛制定的戒 不是我随口说说 今天如果是奴师尊随口说说 那不算什么 是释迦摩尼佛制定的戒律 你根本轻视所有的法会 这是亲夫戒 你永远这样子做的话 一百世身为贝壳 你过自己的日子 外面不听不闻 在海中 你好好地过这一百世吧 然后再来转世 那释迦摩尼佛讲戒是这样子讲 人家那个西伏提 释迦摩尼佛讲这个二转法轮 讲无相的时候 西伏提没有一次没有参加的 只有两次 一次是自己生病 没有办法去参加 连走路都不行 连走路都不行 一次是家里真的有习 有那个上司 他去奔上 所以他没有参加 只有两次其他的这个无相 释迦摩尼佛讲的 他每一次都参加 他是最标准最精进的一位尊者 西伏提尊者 真的这次勾才天女的法会 如果没有参加 可惜啊 七世生在贫穷家 你不要以为你这一次够用了很富有了 下一次你就知道了 现在进入 还没有讲笑话 大师对一位施主讲 施主啊 心尽自然凉 这个施主回答 对啊 我薪水这个月已经用完了 薪水这个月已经用完 薪就自然凉掉 凉掉一半 穷的时候啊 真的 很痛苦的 展显 展昭对包整说 大人 近日福外的鸡民纷纷防瘾 入夜以后 常常看到衣物自行走动 人心惶惶 包整讲 福那 本府近日没完也都在福外散步 却从未看到这种情景 当然啦 因为包青天他整个人都是黑的 他在外面走动 大家只看到衣服在动 没有看到人 这个马来西亚莲花利红问的 有同门讲 不想往生极乐世界 只想往生梦境中的天国 请问师尊这样对吗 华常比丘阿弥陀佛 以诸佛菩萨以什么功德 或神通显现净土 以堪称 有上师说 居士不应该在上师 没带五佛观的时候 跪下或鼎礼他 如此大礼拜应该只给根本上师 若不是法会期间 传承同辈之间 求一般的加持身体健康 除脏清净鬼神充患 发财修法相应等 需至降辈分才能得到加持 请问师尊这样对吗 第一个问题 有同门说不想往生极乐世界 只想往生梦境中的天国 请问师尊这样对吗 我告诉你 你不要最好的 你要次等的 Go head Go head 就是气你的头 上等的你不要 你偏要次等的 你偏要次等的 对不对 这很简单给你回答 没有什么对不对 他只想往生天国 只要升天就好了 不想到极乐世界 那就是上等的你不要 你要次等的 纯金的你不要 你偏偏要镀金的 你到底要纯金的黄金呢 还是要镀金的呢 还是要镀纯金 以前连词上师喜欢用镀纯金 镀金就镀金 哪有什么纯金 这个 对不对 由你自己去想 纯金的房金你不要 你要镀金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啦 这是你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华常比丘阿弥陀佛 以诸佛菩萨 以什么功德 或神通显现净土 以坛成 哇 这个问题大了 诸佛菩萨 你知道诸佛有多少吗 但是在观世音菩萨发愿的时候 是在十一季底佛面前 一季底就是一千万 一千万 十一季底佛 你们数学会的有多少 十一季底佛 观世音菩萨发愿的时候 是在十一季底佛面前发愿的 你们手上没有计算机啊 一季底是一千万 一千万 一千万个佛 十一季底 一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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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你现在要我讲出 诸佛菩萨 以什么功德 或神通显现净土 及坛成 你知道诸佛有 担担我刚刚讲的那些 我要讲到什么时候啊 我讲一辈子也讲不完啊 我这一生 抓光光讲你的这问题 都讲不完啊 不要讲这一生啊 我十生都讲不完啊 我告诉你 阿弥陀佛发多少宴 四十八宴 四十八宴 他才成就阿弥陀佛 四十八宴 你要实践 才能够显现净土 及坛成 我简单这样子跟你讲 不然我十生都讲不完 这些诸佛菩萨的功德 无量无尽的 无量无尽的所有菩萨 再来你问的 有上师讲 即使不应该在上师 没带五合观的时候 跪下或顶礼他 上师可以观想自己 时时刻刻带五合观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这个上师 有没有观想自己带五合观 你以为五合观是有形的吗 五合观是无形的 真的 真正常常有五合注顶的这位上师 你就应该顶礼 因为他头上就有五合 这样子 我这样子讲 大礼拜应该只给根本上师 你先顶礼跟本上师 再顶礼其他的上师 就对了 若不是法会期间 传承同辈之间 求一般的加持 身体健康 除脏清净鬼神充换 发财修法相应等 你跟上师顶礼 祈求加持的时候 你应该观想 上师顶上的五佛 发光加持你 习至降辈分才能得到加持 不用至降辈分才能够得到加持 不用你有什么辈分 对不对 所以应该这样子讲 你看到了根本上师 或者其他的上师 你如果祈求根本上师加持 根本上师会给你加持 那不用讲了 根本上师一定给你加持 看到其他的上师 你跟其他的上师顶礼 祈求加持的时候 他虽然没有带五佛观 你可以观想他头上的五佛 这样子的顶礼 祈求加持 祈求加持 对你来讲都是有效 这样听得懂吗 这样听得懂吗 这样就对了 那这个回答马来西亚 那这个回答马来西亚 莲花利红的两个问题 他是三个问题吧 差不多两个问题 第二也是马来西亚问的 这是连谁 雷鸿培 雷鸿培问的 这个法号起得好 就是要你常常问 你到底是谁 他现在写出名字叫雷鸿培 雷鸿培只是你一个名词 你的名不是真正的你 要跟你讲 你要找出真正的你 你找到真正的你的时候 那个时候 这十连谁才是有意义的 我不是讲说 十连谁是谁 你说雷鸿培 雷鸿培也是一个名词 一个名而已 是你的名字 没有什么意义的 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没有什么意义的 包括你自己这个肉身 拍的响的这个肉身 没有意义的 包括你这张帘 没有意义的 哪都是暂时存在 那么问你 你十连谁是谁 你就要回答出来 回答不出来 脱下你的喇嘛裙 这大屁股五百大十大板 你看了金刚经 你就要懂得 你到底是谁 顶礼师尊阿弥陀佛 在瑜伽式的宝剑一书中 傲慢一篇见 文章提起 断见 断见 常见 苦行是邪见 连直辞 宇宙是暂时 即合体 也是一种邪见 但佛法不是在强调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 生灭无常 言起信空的吗 无我空信观不是佛法的正见吗 无我空信观不是佛法的正见吗 宇宙的形成或毁灭难道不是因缘所生 因缘所灭 暂时泛化的集合体吗 为什么会是一种邪见 请师尊慈悲施以感恩 很好 你问的很好 你听我的金刚经 听完了你就明白 你所讲的断见 常见 苦行都是邪见 这个本来就是邪见 宇宙是暂时的计合体 也是一种邪见 但佛法不是强调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 生灭无常 言起信空吗 这个全部都是明词 在金刚经里面讲到的 没有时间没有空间 才是正见 所谓因缘合合 是邪见 也是偏见 也是偏见 认真讲起来是这样子 傲慢以偏见 好像是一本书也叫傲慢以偏见 有啊 有这本书啊 谁做的 谁做的 好像是傲慢以偏见 好像是 不是华人做的 我知道 对 我告诉你 没有来参加根本上师法会的 能来而不来的 就是这四个字 傲慢以偏见 就是这四个字 他讲的傲慢以偏见 能来而不能来的 能来而不能来的 除非你生病了 你有急事 你要做很多的事情 你做不完 你有你的理由 你可以不用来 但是可以来而没有来的 就是傲慢以偏见 傲慢以偏见 傲慢以偏见 就是亲夫醉 醉重的 一百世当海里面的蛤蟆 蛤蟆 蛤蟆他不开口 蛤蟆他如果一开口 这个口一打开 他就已经被煮熟了 就我们就可以吃了 我们就可以吃了 他平时都是肉啊 从旁边这样子 酸出来 在会走的 在海底 在沙里面也会走的 那么我告诉十年谁 你听我的金刚经 释迦摩尼佛讲得很清楚 我告诉你啊 金刚经我讲了 摧毁一切 连时间空间全部摧毁 包括所有的佛法全部摧毁 你看吗 因言所生法 生灭无常 沿起星空 佛教是讲这个没咒 但是要连这个也全部摧毁 宇宙的形成已毁灭 难道不是因言所生吗 因言所灭吗 你眼中还有遗众 你还有生灭 还有因言 不是正理 为什么 所谓忍辱 就不是忍辱 因为不是忍辱 所以才叫忍辱 根本没有忍辱啊 那个才是真正的忍辱啊 所以西菩提 很多的生团里面的生人 看不起是西菩提 也有很多人尊敬他 也有很多人批评他 在生团里面很多人批评西菩提 由释迦摩尼佛跟西菩提讲 你是第一解脱 你是第一个离异的 离异阿罗汉 你是第一离异阿罗汉 离掉离开欲望的阿罗汉 西菩提很谦虚 他说那舍利佛呢 那目见连呢 他讲舍利佛跟目见连 才是第一离异阿罗汉 不是他 他很谦虚的讲 我不是第一离异阿罗汉 如果我是第一离异阿罗汉 有这种想法 我就不是第一离异阿罗汉 释迦摩尼佛赞扬他 就是这一点 所以你好好听好这个金刚经 十连谁 你就会明白你是谁 好了 现在从我界定入无疑涅槃而灭肚子 就是如是灭肚 无量无数无边众生 十五五众生得灭肚者 这句话最重要 你说我们在肚化众生 其实没有众生 可以让你灭肚 观世音菩萨 就是发现要救度所有的众生 到最后他发觉 他所度的众生啊 不增也不减 没有增加 他也没有减少 众生还是众生 连一个都没有 这观世音菩萨非常灰心 所以他的头破十分 已经灰心了 我不再度 不再度化众生灰心 头破十分 他的师父阿弥陀佛赶来 赶快给他 把他的头全部 头破十分 变成十个头 把他那十片的头 一个片变成一个脸 再加上他自己 站在上面 就十一个头 就变成前手前眼观世音菩萨 阿弥陀佛跑来跟观世音菩萨讲 你这傻子啊 你这个笨啊 重新再给他排列组合 就变成千手前眼观世音菩萨 十无众生得灭度者 为什么 西菩提 若菩萨有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则相 寄会菩萨 这个就是答案 十连谁是谁 雷鸿培 你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问你 我问你你是谁 你要回答这个问题 达摩祖师已经回答过了 梁武帝 梁武帝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谁 问达摩祖师 达摩祖师是怎么回答的 可以吗 可以吗 嘿嘿 念珠耶 哇这个漂亮耶 十连谁 十连谁 你回答看看 他没有声音 你们答中了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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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还不行耶 还没有完全切入 大概一半吧 收起来 不慢 这里谈到 若菩萨有我像 人像众生像受则像 即会菩萨 问大家 我像当然知道了 无我像 无我像 人像大家知道了 这是我像 就是个体 人像 人像 就个体的形象 众生像 众生像 所谓众生像 就是很多很多的众生 人 受则像 就是时间的长短 时间长短 其实按照 佛所说的 所谓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则像 其中的众生像 就是空间 受则像 就是时间 一个菩萨 菩萨 菩萨 如果还有 我的 这种心在里面 跟我是一个人的心在里面 还有其他的众生在里面 还有我受命多少在里面 那么 这个就不是菩萨 这个仪式战就是在这里 他的意义 金刚经里面很重要的意义 无我像 无人像 无众生像 无受则像 这个代表 我告诉你 时间 现在几点 现在四点五十六分 这个时间 是谁制定的 是谁制定的 是人制定的 是人制定的 我告诉你 哪里有时间 没有时间的 时间是人制定出来的 对啊 大家稍微再想一想看 今天如果没有时间 人就 像那个 我们现在是 2021年 2021年 是从耶稣基督 开始算起 基督教是从耶稣基督 开始算起 阳历 现在是2021年 已经 耶稣基督是2000 2000 2000多年前的 那时候耶稣是2000多年前 但是2600多年前 这 释迦摩尼佛就已经诞生了 他比耶稣还早 那中国的老子 又比这个 释迦摩尼佛还早 老子 又比释迦摩尼佛还早 还有更早的 那都是用时间来计算 那时间是谁制定的 是人制定的 无受则相 就时间没有了 时间既然没有了 如果没有时间 如果没有时间 还有什么因缘合合 没有什么因缘合合 没有空间 我告诉你 无众生相 无众生相 既然没有众生 还有什么因缘合合 没有 没有了 因缘也没有了 一切因缘生 一切因缘灭 都没有了 那佛华讲了 刚刚 连水问的 就在这里 强调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 生灭无常 延起信空吗 连延起都没有了 没有众生相 哪有什么延起呢 所以这个 全部都是偏见 所有一切佛法 也是偏见 还有什么佛 无佛无众生 我相 人相 这个更低级 更加的那个 菩萨有我相 那 菩萨是为众生想 不为自己想 你还为自己 阿弥陀佛的人 你就不是菩萨了 所以我们 邪佛的人 你按照自己的生活 按照自己每天的修行 去做 你做的不是为自己 为众生做 你行丢度法 不失 忍辱 持戒 知慧 禅定 精进 行 行六度法是菩萨 不是为自己行 你为众生行 其实 你行这个 也没有把众生放在眼里 但是你自己本身有这样子的行 这个才是真正的菩萨 你如果因为行六度法 而眼中还有众生的话 也不是 所以我们讲三轮体控 没有行六度法的人 也没有受六度法的人 也没有失 也没有受 这个才是菩萨 讲了这个就很深了 我讲这个就已经很深了 所以今天在这里说法 师尊在这里说法 没有说法的人 你能带底下听法 没有听法的人 也没有说法这一回事 这个才是真正的 所以如果有人讲 释迦牟尼佛你有说法 就是毁谤佛 这样听得懂吗 这里很深 如果菩萨有我相 人相众生相受则相 要寄灰菩萨 所有活法全部摧毁 会不会讲得太深了一点 没有讲的人 没有说法的人 也没有听法的人 也没有法这回事 所以梁武帝啊 建了那么多的寺庙 自以为功德很高 达摩 在达摩面前是 一毛钱都不值 你说问我 梁武帝问达摩说 我有多少 我建了那么多的寺 养了那么多的和尚 我的功德怎么样 他说达摩一句话就讲 没有功德 达摩讲的话才是真的 梁武帝一听说没有功德 他就佛了 不听他的 他走了 还派兵要去追杀他 那时候志工和尚 志工也是一个得道高僧 来跟梁武帝讲 他讲的才是对的 达摩祖师讲的还是对的 那么把他追回来 追不回来啦 他到魏 就是北魏 南梁北魏 追不回来啦 梁武帝还没有到那个程度 他最多是一个佛教徒而已 他很好色的 我昨天不是讲的吗 一轰吹过来 把一个公女的裙子掀起来 他看了就流口水 他在那里面 当晚就要了他 结果就生了孩子 这个孩子是公女生的 所有的兵徽的 生的都瞧不起这个孩子 到最后这个孩子涌了重兵 他 他也是梁武帝的孩子 只是他的 他的那个妈妈比较低尾而已 他只是一个公女 他从小就被这些大阿哥欺负 这些大阿哥欺负 最后他涌来重兵 其实喉井 这是梁武帝问这个志工 我将来会遭遇什么事情 志工不敢回答 他说指走自己的喉咙 跟自己的井子 结果北围的一个叛将叫做喉井 为攻攻打梁武帝 梁武帝当时他离开 那个喉井离开北围他遭降 他希望他来归这个南梁 梁武帝建都在建康 就是南京 建都在建康 然后呢 这个梁武帝被这喉井 围攻的时候 围城 把他围住 皇宫把他整个围起来的时候 拥有重兵的这位 公女生的这个小孩子 拥有重兵 他是阿哥当中的最小的 拥有重兵 他只要出兵 就可以解救梁武帝 但是他不出兵 结果梁武帝就饿死了 所以梁武帝其实也是很好的房地 也是很好 他不想这样 他当了房地以后就变了 这也是历史了 这也是历史了 这个所谓 浪涛尽千古人物 妈妈喊 小明明天要考试 不是别在这里看电视 快上楼去读书 而且要读出声音来 小明就乖乖的上楼了 妈妈跟妹妹讲 妹妹 你上楼去看看 那个小明有没有读出声音来 这个妹妹跑上楼看 马上下来了 跟妈妈讲 哦 有哦 妈妈感到很欣慰 那个妹妹就有讲 是打呼的声音 医生跟精神病人讲 通常患有这种病的病人 都不会承认自己有病 病人问 那医生 你到底有没有病啊 医生讲 我当然没有 好 我妈的便宜好